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北京市医疗保障局消息 力争2022年年底前 实现北京市所有具备接诊能力的定点医疗机构 普通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全覆盖 当地时间22日 2022年国际泳联跳水世界杯女子双人三米版决赛中 中国组合陈一门昌雅妮以330.03分的成绩夺冠 男子双人三米版决赛中 中国组合曹元王宗元以442.68分的成绩夺冠 当地时间21日 在埃及开罗举行的射击试井赛中 中国队再夺三枚金牌和一个奥运席位 当地时间22日 意大利新一届政府在总统府宣誓就职 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总理梅洛尼和24名部长出席宣誓就职一事 据外媒报道 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上将21日表示 伊朗海军在铜海地区俘获两艘美军无人艇 接下来是服务新西 中央气象台预计 22日20时至23日20时 西藏北部、青海中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全 23日夜间至25日 海南岛等地将有中到大雨 局地暴雨 感谢关注央视新闻 更多资讯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 我们明天早上见 明天早上见 明天早上见